据彭博社3月31日报道 美国国家全委员会印太政策高级协调员 库尔特·坎贝尔30日表示 当前中美关系承载没有类似护栏的保障措施 而拜登政府想要对迅速恶化的中美关系 提供支撑的努力尚未取得成功 今年年初坎贝尔在参加另一家美国智库的论坛时就曾称 他认为中美应该在2023年为两国关系修建护栏 以确保进行富有成交的和平的竞争 然而对于美方破坏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整种做法 坎贝尔不仅视而不见 反而指责是中国的强硬行为加剧了亚洲安全局势的改变 他还声称是中方一直不愿意建立两国间的信任或危机沟通渠道 此前中方已明确指出 沟通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增进理解管控分歧 不能为沟通而沟通 美方应当拿出诚意同中方相向而行 以实际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返正轨 据报道坎贝尔当天在智库机构 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的一场活动上 谈到中美关系时说 我们认识到在许多方面 我们为两国关系打下根基和建立护栏 而做出的努力稍未取得成功 面对中美关系的恶化 他竟还声称是中国一日不愿意参与有关建立信任 或危机沟通热线的讨论 彭博社指出 今年2月发生的流浪气球事件 以及中美在科技领域南海问题等多个方面上的冲突 都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与此同时 近期蔡英文窜访美国 也再次对中美关系造成恶劣影响 当在活动现场被问及人们普遍期待的中美元首通话时 坎贝尔表示 美国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 做好准备进行通话 并且美国的意图是保持开放的沟通 此前美方官员曾希望这一通话能够在现在发生 但如今拜登政府预计 在蔡英文篡美后反台之前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当前国际安全局势 特别是亚太地区安全局势正发生变化 一些国家重回曾经的冷战思维 比如日本去年12月在美国受益下出台新修订的防卫三文书 完全抛弃了专守防卫原则 彻底背离了日本宪法的和平理念 美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组成浩库斯联盟 并达成核潜艇项目 加剧了地区核扩散风险 然而坎贝尔却将种种这些过错强加到了中方的头上 他反而声称 这些国家10年前还着迷于同中国进行更深入的接触 但是中国的强硬行为重塑了亚洲的安全环境 此外 尽管印度有着不结盟的外交传统 如今对于结盟也显得犹豫不决 但在这场活动上 坎贝尔仍表示 美国和印度的关系是美国进入21世纪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坎贝尔说 印度是一个大国 印度不是美国的盟友 也永远不会是美国的盟友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成为密切的伙伴 3月14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之前表示 随着中国两会结束 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工作 他本人和美国政府都期待 在未来几周中美援手进行通话 中方是否可以证实正在筹备相关的通话 如果是的话能否提供更多的细节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 中美之间保持着必要沟通 我们认为沟通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增进理解管控分歧 不能为沟通而沟通 美方应当拿出诚意 同中方相向而行 以实际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返正轨 汪文斌强调 感谢观看